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本屆上海MAJOR的OPING STAGE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有著兩輪BO1的第一天 16場比賽就有8場比賽是排名落後的 黑馬隊伍爆冷翻盤的結果 這真的是從來沒有看過的賽果啊! 果正在這次實力更為接近的上海MAJOR 次搭配上BO1、MR12的賽制 任何隊伍都真的有機會突圍 那今天就讓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本屆實力超群作文傳奇組的八隻種子隊伍吧! 什麼質感呢? 試試一下吧,Gringo OK,OK,OK 它… 它… 我們全部取得了 那這… 很漂亮 Skin Club 最低價錢 G2 在今年的赛季中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 下半赛季更是搅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虽然他们在 IM 里约大赛中被光速淘汰 但经过三周的调整后 便在 BLAST 世界总决赛中接连击败 Liquid Spirit 和 Vitality 成功捧起冠军奖杯 展现了一线强队的顶尖实力 这也是他们继 BLAST 秋季总决赛和 IM 达拉斯大赛后 拿下的第三座高含金量冠军 G2 今年能够持续的成功 主要还是仰赖 Nico 和 Monacy 的稳定发挥 在队伍闯进四强甚至夺冠的赛事中 Monacy 的平均 rating 高达 1.3 Niko 则有 1.17 只要他们的状况在线 G2 基本上能站稳四强行列 不过当良人失准时队伍的成绩则大受影响 而下半年 MOBS 的加入 是 G2 保持竞争力的关键之一 他为 G2 在进攻端注入了更多活力 分担了 Nico 在活力上输出的压力 但是防守端新定位的事宜依然是他目前的挑战 从数据上显示 他防守端的 rating 相较于进攻端的 1.2 下滑到只有 1.07 在 Inferno、 Mirage 和 Ancient 等地图上甚至下探至 1.03 这显示他在主区防守者的定位上仍然需要时间调整 这次上海 MAJOR 很有可能是 Nico 在 G2 的最后一战 这位 CS 传奇步枪手已经为 G2 奉献了多年 但始终未能收获那座梦寐以求的 MAJOR 冠军 在今年队伍如此强势的状态下 真的很有机会冲击他的第一个 MAJOR 冠军 身为 G2 粉丝的我 衷心期望能够以此画下一个最为圆满的据点了 试图寻求未免的 NAVI 是今年冠军数最多的队伍 整体表现相当稳定 年终也创下了连续 6 场杀金总决赛的纪录 若按近几次的赛事夺冠频率来看 一场冠军 一场淘汰 一场冠军 一场淘汰 那么上海 MAJOR 的冠军说不定还真的被 NAVI 给拿下了呢 玩笑话放一旁 NAVI 在近期的比赛中接连败给了 MOUSE 和 BAY 甚至在 BO3 上连 ASTRALIS 这只刚磨合不久的队伍也打不赢 虽然下半年他们好取了 3 座冠军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 3 项赛事中 他们可是还没有对上统为夺冠热门的小蜜蜂 Vitality 甚至其实这只新 NAVI 组成之机 对上小蜜蜂可是一胜未得 对战纪录 0 胜3 败 这可能会是他们在未免之路上最大的隐忧了 当然 NAVI 之所以能被称为今年的最强战队 主要是依靠他们强大的地图值 像是 MIRAGE、 ANCIENT 和 DUST 2 这三项地图的胜率都高达 7 成以上 而阿努比斯虽然出场次数较少 但也有着 7 成 5 的胜率 而且目前还保持着 6 连胜的记录 不过自 10 月的里约大赛开始之后 NAVI 的稳定性似乎就出了些问题 不仅在 MIRAGE 和 DUST 2 上相继终止了连胜 甚至还出现了下半年首次无冤季后才阶段的状况 这样的起伏或许与哥本哈跟 MAJOR 夺冠后的密集赛程脱不了关系 疲劳不仅影响了选手身体状态 更可能动摇了他们的心理韧性 特别是这支没有超级明星选手的阵容中 选手间的化学效应格外重要 而今年 JL 正是这支队伍的关键人物 他不仅能带动全队的气氛 还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我相信经过了 World Final 后的这段时间的休息与准备 我们依然会看到巅峰状态的拿并回归 毕竟他们有年度指挥候选人的小李子 Alexby 作证 还有那位在幕后运筹帷幄的教练 Blade 这样的组合挑战年度两座魅主冠军的头衔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小蜜蜂以Z5作为核心 在大会上Speaks 和Flanzi 组成的火力三人组 堪称现阶段一线队伍中站立最具威胁性的一组 方言整个赛场我也认为只有G2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因此他们都是本届上海Major 的夺冠热门之一 Vitality 长期以来都是依靠Z5的超凡个人能力 在比赛中创造优势 但今年他们在进攻端多了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那就是火载Flanzi 的亮眼表现 加了双箭头的进攻模式 让小蜜蜂打起来更加的犀利 除了核心选手的优势 老将Apex 的指挥调度也日趋成熟 他在比赛中能迅速应变 根据对手的战术布局做出及时的调整 特别是在闪光弹的运用上表现极为突出 Apex 每局能贡献0.12个闪光驻杀 是目前所有选手中最出色的成绩 也展现出小蜜蜂在团队搭配上的绝佳默契 此外 Vitality 能作为夺冠热门 除了个人能力之外 他们还拥有身后的地图持优势 尤其是在Nuke 上 下半年只输过一场 胜率高达90% 防守方更是夸张 胜率超过7成 是下半年所有队伍之中表现最好的 因此 Vitality 的攻守两端 在一线队伍之中是最为平衡的 其中的关键毫无疑问就是Zaiwu 他们在比赛中总是能适当地为Zaiwu创造空间 让他得以充分发挥 但即便拥有如此强势的阵容与战术 Vitality 也并非没有短板 那就是在劣势地图上的防守 除了Zaiwu稳定的发挥外 其他队员的协调与战术应对仍有所不足 不过这一问题 通常也只有面对到排名前五的强队 才会被放大 所以基本上呢 小蜜蜂只要核心三人组能表现稳定 闯进八强是没有悬念的 那至于能否再捧起一座major冠军 那就得看Zaiwu是否能上演如洞克在卡图时的表现了 Mouse 总是让人戏称是Face的青巡队 因为他们不仅在阵容结构上与Face相似 就连打法风格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过去在交战时也屡屡遭到主队的教育 甚至成员Frozen还能直接晋升主队 但玩笑话放一旁 现在的Mouse 可是占尽上风呢 只会Shuey就像是Kerrigan一样 给予队友相当大的自由度 同时在战术上保持灵活 以应对不同对手的策略变化 这套体系并不过度依赖个人英雄主义 而是追求整体的稳定性 像是狙击手Torsi在进攻时都会采取保守的策略 多是利用道具来辅助队友 而来到防守端 他就会以更激进主动的打法 利用狙击枪来替队友创造优势 而今年Mouse 的整体表现还算稳定 下半季虽然未能再夺得一座冠军 但也都能保持在4强之内 尤其在IEM里约大赛中 他们终于结束了对Face的7连败 甚至还闯进到了冠军战 这说明了Mouse 在这段期间的稳定成长 他们在优势地图Inferno上 已经逐渐建立起统治能力 纵然面对前十队伍的比赛 他们也都能有7成以上的胜率 是Mouse 在选途上的一张王牌 但是他们在首强局的战术布置就还有加强空间 即便在RM资格赛中以三联胜过关晋级 首强局的胜率也仅仅是及格的五成而已 甚至Mouse 经常在季后赛面临淘汰时 就像是得了长管恐惧症一样 容易在比赛中发挥失常 也许这和年纪的阵容有关吧 毕竟指挥修宇也才22岁 这样的经验差距导致他们在面对顶尖队伍时 容易无法在关键时刻乘着应对 所以期待这次在充分调整心态与备战之后 这支充满潜力的年轻战队 能够朝Major冠军迈进一步吧 在这次入围的24支队伍中 Face他们不仅是平均年龄最大的队伍 指挥大表哥Kerrigan更是这次Major里年纪最大的选手 而他再次用行动告诉大家 34岁的他依然有能力带领队伍站上Major这个最高殿堂 今年Face虽然只拿下了一个冠军 但值得一提的是 只做冠军是在IM成都大赛上拿到的 那么同样来到在中国的上海 会不会继成都之后再成为Face的福地呢? 不过说实话Face在下半年过得有点挣扎 虽然他们还是能闯进季后赛阶段 但最好的成绩也就止步于4强 透过数据来比较 他们的地图胜率从上半年的6成多 掉到下半年的56% 从单一地图来看 就会发现有更大的差别 像是他们很擅长的Nuke 下半年不仅出场次数大减 胜率更是从66%掉到了41.7% 反而成为了他们胜率最糟糕的地图 而Inferno也从11胜1败掉到8胜6败 胜率不足60% 这些数据都可以说明如今Face的地图持优势 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稳定了 再来说说选手的个人表现 上下半年整体来说差异不算太大 但作为攻守两端核心的Frozen 稳定度下滑 确实对团队造成了不少影响 让Face近期显得有些平庸 不过在阿玛A组资格赛中 整整站出来帮Face稳稳晋级的 不是年轻的Frozen 也不是擅长道具的Brookie 更不是责任神Rabs 而是老将羽神Rain 凭借着他1.28 rating的出色发挥 再次证明自己是Face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所以只要Rain这场暴风雨 能持续席卷赛场 Heroic 是本届Major 晋级拔强的队伍中 今年唯一尚未夺得冠军的队伍 但是下半年迎入狙击手排排熊Dexter后 他们逐渐摆脱了去年年底 被此事件带来的影响 虽然在巴西里约大赛止步于4强 但期间接连击败G2和Vitality两支强队 甚至差点先翻Navi晋级决赛 已经可以看到这支昔日剑旅逐渐恢复状态 后来在实力相对较弱的Alessia大赛 和Sunder Pig全球总决赛中 也都分别闯进了冠军决赛中 从这些比赛可以看出 新一代的Heroic阵容正在逐渐摸合成型 特别是在潜力指挥Kickson的带领之下 Heroic的新体系已经越来越完善了 以往队伍在进攻端主要依赖单核心NERS的发挥 如今则转为搭配TESAS的双核心进攻模式 这样的转变不仅有效降低对NERS的过度依赖 也可以让攻守两端在双箭头的发挥下更有灵活性 同时也让Kickson在比赛中有更多的战术思路可以做搭配 以提高团队获胜的几率 从10月份的里约大赛开始 透过数据显示可发现Heroic原本的胜率从54%提升至69% NERS和TESAS在进攻端的贡献也明显进步 尤其是当TESAS在边线牵制防守人员时 让NERS在中路可以避开对方的夹击 自意打出他那极具威胁的手杀能力 往往在比赛前期就给防守方沉重了压力 不过在RMR资格赛中 Heroic在自身强识地图Anshion接连败给Big和Passion UA 中断了9连胜的记录 这两场比赛中 NERS和TESAS在进攻端双双熄火的低迷表现 直接影响队伍的胜败 这样的问题 必然会是他们要继续冲击8强上的严峻考验 发火战队3DMAX的成员来自于前HIT战队 在去年巴黎Major的失利后 俱乐部也解散了这支队伍 随后他们以Looking for Org 的名义继续征战赛场 并寻求俱乐部的资助 最终Maka 的老东家3DMAX 再度将他们签下 7月份的印度Sky Esports大赛中 最终他们克服了恶劣的赛事环境成功夺冠 这座冠军对他们意义非常重大 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奖金收入 更是近5年来首次在线下国际赛事中夺冠 在欧洲RMR资格赛中 3DMAX以3-0的全胜之姿晋级传奇组 他们在瑞士轮第二轮中 击败了备受看好的土耳其战队Internal Fire 随后又在2-0的BO3对决中 面对到B组实力最强的G2 就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正宗不枪手Lucky有如战神般大杀四方 要知道Lucky早在2019年时 可曾代表过G2打过两场Major 看来碰上前通家总是打得特别用力 最终爆冷击败G2率先晋级Major赠赛 而在成熟且经验丰富的Maka带领之下 3DMAX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术体系 时常利用积极主动的打法 尤其在比赛中期通过道具战术的部署 为建构上创造有力的空间 经常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不过队员兼支援不够迅速 及经济电视下容易陷入被动的局面 目前是他们在防守端最明显的问题 在Elimination Stage淘汰赛阶段上 对手的实力将会三级跳 必然会面临更高强度的挑战 若能进一步加强防守上的策略 且减少细节上的失误 Nome认为3DMAX还真的有望成为一支 能够威胁到顶级战队的队伍 作为原本被看好能够夺冠的热门队伍之一 Spirit在这次的RMR资格赛中 一路苦战到了最后一场 才惊险的晋级上海Major 对于这支世界第四的队伍来说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理想的 但若能借此提前发现队伍的问题 并利用休息期间加以改善调整 或许反而成为他们重新崛起的契机 这次RMR资格赛中 Dunk、Shira和Zontex分别较出了Rating 1.40、1.31和1.20的亮眼成绩 特别是Dunk的数据几乎在排行榜上独占了凹头 各项指标全面理先 甚至在瑞士轮第一轮再次打出了贵城数据 但即便Dunk有如此亮眼的表现 为什么Spirit仍然陷入苦战呢 主要的问题出在重要回合的执行力 尤其是关键时刻的防守经常处于被动 这样的方式反而限制了Dunk在主动peak的危险性 也让对手能更轻易地掌控比赛节奏 而在进攻端 队伍就过于仰赖Dunk的单人突破 缺乏第二个稳定的进攻点来分担压力 这样的单一战术 在面对实力更强的队伍时 烈势就会被放大 经常导致比赛陷入被动甚至完全受阻的状态 因此当其他队伍对上Spirit时 只要成功锁定Dunk的位置 透过有效交换的方式硬碰硬来削弱他的影响力 就有很大机会能掌控比赛 所以说成也Dunk 败也Dunk Spirit不能只依靠Dunk的单人活力 还需要更多队友来分担攻防的压力 从近期的比赛来看 Zontex在进攻端的主动性变得更多了 但仅依靠他的进步是无法彻底解决Spirit目前的问题 更需要的是调整战术结构 真正补足短板 Raw Spirit 真的能在Major 中做到这些 他们或许能以焕然异性的姿态冲击Major 冠军呢 从预选赛到RM再到最终晋级的Major 真赛 每支队伍都拼尽全力地想要在每局120秒的时间内 竭尽全力把握住每一丝获胜的机会 在压力的作用之下 我们才会见证到选手们的失常与超常表现 展现最真实、最为人性化的一面 这正是观赏Major 最最动人的地方 每一次黑马的爆冷突围 每一次王朝的传奇连霸 才会变成那更值得传送的故事们 我是比利王 我们下次传奇组作业见 掰掰